glow Your wings 哈囉歡迎回到塞峯小祕訣 上一部影片我們提到改變口漿的空間 讓氣流速度變化的方式 这次的影片我们来提供几个练习方法 可以用来练习口腔的肌肉 马上让我们来瞧瞧吧 练习的方式推荐用Overtime的练习法 第一个部分是用同样的指法吹奏不一样的音符 练习的音符介绎从低音的降C开始 以降C为例 音符会往上到高八度的降C Fa及在高八度的降C Rae等等 我来做个示范 第二个部分是用高音Rae的指法吹高音La 深Rae到深La Me到C等等以此类推 这部分的练习是练习高音域吹奏所需要的肌肉群 我来做个示范 沙克斯风的发声原理除了用按键改变管身的长短外 有一部分是利用翻音的原理 所以只要气流速度加上适合的嘴型力量就可以吹奏出高音了 超高音也是利用同样的原理再加上指法的辅助去演奏的 大家可以练习看看喔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个赞或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沙公小秘诀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by bwd6